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将继续在桂林旅游 今天的目的地呢是龙姬梯田 龙姬梯田离市区比较远 来回啊,预计230公里左右 昨天我找了一家旅行社 准备啊,跟桂林去龙姬梯田 这样也不累,也不费神 就单纯的去旅游 昨天给旅行社说了一下 旅行社呢,还给我签了一个旅游合同 我在外很多年了 没有跟过团去旅游 我问了一下 这现在去旅游都得有这么一个合同 所以有个合同也好 大家的利益啊,都能得到保障 好,我现在就准备下去吃饭 早吃饭,早准备 等候旅游车过来接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宾馆的楼下 楼下有一家米粉店 这家米粉店做的还挺好吃 现在米粉已经炒好了 看 这就是米粉 这个米粉啊 这是用大米做的 相当有我们北方的小麦面粉 因为南方呢,大多都种是水稻 所以啊 南方人啊 特别是广西 我到这里 我看 街上 这些 不管饭店也好 酒店也好 还是早晨的 小吃铺也好 大多都是米粉 可能是 像我们北方人 吃面条一样 都喜欢吃 这米粉啊 有菜 有鸡蛋 炒鸡蛋 这米粉经过这么一炒 水分啊 一蒸发 就特别的筋道 吃起来啊 很筋道 我们北方人啊 有时候也吃炒面 当然有时候 我自己在家的 也做这个炒 炒面好吃 您吃起来 比较香 比较筋道 这么一大盘子 米粉 炒米粉 才八块钱 在桂林啊 待了几天 总的感觉啊 这里的物价 不贵 到饭店里啊 炒个素芹菜 也就是十到十二块钱 炒个肉里 必须要 十五块钱 但这里啊 还有个最大的好处 这好处呢 就是你炒菜 米饭 可以随便吃 米饭 不加价 翻碗 哈哈 放点 糊 你 对 干杯 水 早吃啊 他这些米肥啊 炒米肥啊 吃不了 太多了 看 现在吃饱了 这还剩这么多 因为 这个米肥啊 炒米肥 早上吃啊 多少有点油腻 所以吃起来 吃的不是太多 再吃一口 就不吃了 不吃了 去上宾馆 准备准备 准备去旅游 各位朋友 我吃饭 现在已经回来了 嗯 为什么这样快呢 因为七点四十啊 旅游商务时啊 就要到我的宾馆 门口 来接 所以这个时间 已经很紧了 现在 已经是 七点三十分 我现在就准备准备 到楼下去 我啊 去等一下 旅游车 别让人家旅游车 来等我 因为车上肯定还有别人 让人家等我 是很不礼貌的一个事情 嗯 今天呢 我到龙基梯田 去拍一拍 下午呢 分享给大家 好 再见